欢迎各位 准时到 说这个 动物界也有爱情 他们也相信爱情 有一天的这个 斑马兄弟 就追求熊猫妹 当时他们俩的爱情 真的很坎坷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斑马一直追求这个熊猫妹妹 不同意 你知道吧 一斑马就说了小伙子 我小伙子我差哪 对不对 为什么你不同意 小伙子精神怎么的呢 差哪呢 跟你说吧 不是我不同意 是我妈不同意 你妈怎么是我这样的 我妈说了 你让我找一个有文身的 说看着不像好 你妈 这不瞎说我呢你妈呀 我跟你说你 你妈说的不对 你跟回去跟老太太说说 我还没嫌你 你有熊猫眼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宝 那个大家伙发现没有 身边有一个美女啊 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大家好我是鱼伟 我是一名精屯信仰师 训仰师 不是那你啥就是说 你说让他干啥他就干啥 那是一虚的呀 你让他往东他就往东 你让他往西他就往西 这有什么玩意儿啊 这个人呢就是我们陈寒白老师的啊 接下来呢咱们要跟他开一些小小的玩笑 什么样的啊 适于开什么样的玩笑呢 我们拭目以待吧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 你借着给家 这个哈喽 这就是我们的摄像师 小云 你好 你好 咱那个再学一个难度大点的 哎呀难度最大的就数唱歌了 谁唱歌啊 他俩唱歌 教他俩唱歌 他俩不唱歌 是啊 难度要怎么说大呢 那个您猜一下教他唱歌怎么唱 怎么唱 您先给唱一个 我猜不到 您先给唱一个 这个要亲民啊 哎呀 他喜欢你呀 这个要亲民啊 哎呀 他喜欢你呀 哎呀 哎呀 这个好玩 他不唱歌啊 这个